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昨日,7日,在政论节目公开表示,在今年3月就跟总统府表达美意愿在担任亚太经济合作会议,APAC,领袖代表,并在5月正式向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说明,请府方另做安排。 对此,总统府今8日,回应,蔡总统非常感谢她的努力,至于今年度的规划安排,时候到了,就会告诉大家综合媒体报道,总统府发言人林克明8日上午表示,APAC是台湾参与的重要多边经贸合作论坛,宋主席在过去两年,代表国家担任APAC领袖代表, 不管是与各国密切互动,以及推动各项议题上,都有卓著的贡献,总统蔡英文非常感谢她的努力,林克明也说,至于今年度的规划则还没到讨论决定的时候,时候到了,就会告诉大家,最近消息则传出,党政高层金,8日,透露,2006年, 贬政府时期担任过APAC领袖代表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,总统府已征询过她的意见,有一只派台出任今年的APAC领袖代表,预计近期会对外宣布,宋楚瑜不再出席APAC张忠谋将出任领袖代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